哈囉 同學歡迎收看 未來教育愉凱宜數學 來 15 題啊 我們先來個暖身 第二章你會遇到的分數 加減 乘除 比大小 好 那這一題我們來講一下分數的比大小 那當然它是有 不一樣的題型 我跟你說 我說這個是特殊的啦 因為你看一下 23分之20 17分之14 31分之28 上下都差1 都差3嘛 相差一樣的 我們當然才會有一些觀念存在 如果真的都不一樣 那我們也只能硬算了 對不對 好 第一個 當這個題型要比大小 我們不可能去做通分的動作 因為不管是上面通分或下面通分 其實都不漂亮 那當然有人說老師上面通分280啊 對 280 可是還是得要乘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老師從這一個題型去講一個觀念 來這個 記得第一個叫做真大大 好 什麼叫真大大 就是真分數的時候 分母越大 值就越大 前提 上下的差都要一樣喔 再一遍 上下的差都要一樣喔 例如啦 例如有一個人 他叫做十分之九 好 那等我一下 寫小一點 來十分之九 八分之七 好了 那再來是六分之五 好了 好 第一個 你看上下的差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都差一 然後呢 這是真分數 所以真分數的時候 分母越大 值就越大 OK 那我就知道這一題一定是左邊 大於中間大於右邊 好 那當然這樣講完是不負責任的 為什麼可以這樣思考 好 因為十分之九不就叫做一扣掉十分之一嗎 八分之七就叫一扣掉八分之一 六分之五就叫做一扣掉什麼 六分之一 所以 嗯 在 這三個人裡面 我知道最小最小的人是十分之一 啊 同樣是一減最小 所以他當然會最大 好 那如果你沒有記這個口訣也沒差 你就是用綠色的方式去搞定他就好了 好 再來 那 真分數的時候就是真大大 假分數的時候就是假小大 這個更簡單 譬如說二十三分之二十五 好 再來叫做二十七分之二十九 再來叫做三十一分之三十三 好 那這三個人比大小誰大 如果照口訣 假分數也是尊 分母越小只會越大 假小大嘛 所以這一題不就是左邊 一樣大於中間大於右邊 好 那這個怎麼樣解釋 更簡單 你把它變成假分數就好 呃 代分數就好了 一又二十三分之二 一又二十七分之二 一又三十一分之二 搞定啊 對不對 所以真大大假小大懂了之後 那如果有負號的比大小呢 先比正 再比負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點兩題 第一個 呃 二十三分之二十 十七分之十四 三十一分之二十八 那我就記得這是真分數 上下都差一 都相差一樣才能這樣子做喔 所以這個叫做真大大 答案 三十一分之二十八 大於二十三分之二十 大於十七分之十四 搞定 好 再來 第二題 這是負號的比大小 那沒差 我們先比正的 好不好 先比正的 一零一分之九十八 二零一分之一九八 好 上下差三 上下差三 這個上下全部都是差三 那真分數的時候叫做真大大 所以以目前來講 最右邊最大 可是如果加上負號呢 是完全翻盤 對不對 本來是右邊最大 現在變成誰最大 左邊 最大 OK 所以第二題 也搞定 先比正 再比負 所以還是寫一下 你先比正 再比負 好 搞定